好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好好講一下這個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所有深度學習最重要的研究 那這個 藉此我們來整合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所上到的所有課程 那經過這節課之後 我們大家應該要會 對這個領域會有一些概念 就是至少這個就是 就算你不會寫程式 至少你也聽得懂人家講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深度學習 他最開始的時候 他總共分了三個時期 我這麼覺得他分了三個時期 就是有一段時期就是 我比較醞釀時期 這段時期就是 東西比較 就是都在發展去基礎建設 舉例來說 第一個最關鍵的研究 我個人認為 就是1982年那個 就是反向傳播法 這個我們第二課就推導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那基本上 Jeffrey Hinton 他基本上就是 神經網路之父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比較重要的時間 就是 大家要知道為什麼 在1980年發展出來之後 為什麼到了最近才開始 又被研究很多勒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 在同個時間 有非常多 這個 有非常多 準確性 超過多層感知機的模型 大家還記不記得 多層感知機 他可以拿來分析圖像嗎 下課上可以嗎 滋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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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喜歡被叫滋工男 對不對 滋工男 這個 這個 就是 多層感知機可以拿來分析圖像嗎 不行 好像也沒有說不行啦 只是用了資料比較原始 對不對 只能夠像素分析 所以 其實他是拿來做數值分析的對不對 對不對 那素質分析啊 有非常多其他的model 知識向上機 隨機升零 梯度提升機 這些model齁 你 欸 我們上了 我們今年是沒有教到這些model 對不對 我們今年的那個 我說的是那個 碩士班的課 沒有嘛 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碩士班的課 都沒兩年才會教一次 就是 不一樣的東西啦 好不好 反正今年你們沒有學到 反正你們就知道一件事情啦 就是還有一些其他 跟他競爭的這個 這個就是 算法 那這些算法其實 都比多層感知機來得準 在數值分析上面 都比多層感知機來得準 所以說啊 這個 欸 多層感知機 就在很長的段時間 就沒有人用 好大家注意一下喔 欸這個 多層感知機啊 這些他被引用次數 都是非常誇張的喔 欸你們可能不要覺得說 好像 動不動現在就要個7萬啊 好不好 這種很罕見的啊 好不好 好 但是啊 這個 處理圖像 在 就是剛剛講那些例子裡面喔 欸 是沒有辦法做的對不對 但是 一直有這個需求啊 所以說 後來啊 在1989年的時候 大家記得 注意一下那個時間點喔 就是 1982年是 多層感知機嘛 反正傳播法 對不對 然後接著 1989年 欸捲基層感網路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喔 好 實際上捲基層感網路在之前 可能有一些人會講說 喔 他已經發出發展出來發展出來 反正最 大家最知道的就是 這個 1989年這個啦 好不好 那1989年 這個 這個時間啊 這個 發展出這個 捲基層感網路啊 那就可以拿來處理圖像了嘛 對不對 那原理也是利用反向傳播法做到的 好那你說 1989年 處理圖像的東西就出來了 那為什麼 到了後面 才這個 就是 才 盛行欸 欸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 之前在用多層感知機 做 圖像分類的時候 我們是直接拿像素的資料做 對不對 子宮男 你還記得嗎 子宮男 你不要笑我那麼開心嘛 你覺得 你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數學男你聽得懂嗎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來說我們第六課剛開始 我們面對 要做這個 手寫數字分類的時候 我們是用波生感知機嘛 對不對 我們是直接把 784個像素的Value 直接拿去做預測 對不對 這樣做是不是不太好 因為 他的那個關係 似乎不是 似乎不是 完全獨立的嘛 那些像素 彼此之間不是完全獨立的 對吧 所以說啊 這個 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說 他如果要用 多層 那個支持向量機 或者是 隨機森林 要做圖像分類的時候 他要先經過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 就可以對圖像抽出一些高階特徵 用那些高階特徵來做分類會比較準 那 當時在 捲基神經網路出來的時候 啊 捲基神經網路 確實是一個 all-in-one的model 所謂的all-in-one的model 就是 我其實不用做特徵工程 對不對 你們聽得懂什麼叫特徵工程嗎 就是 假如說現在 蔡仁翰 現在我幫他照一張相 那接著 這個 他 原始的這個圖像 就是原始data 那我要怎麼幫他做特徵工程呢 我可以量量 喔他身高幾公分 喔 性別 眼睛大小 鼻子高度 嘴巴厚度 對不對 還有很多 身體的參數嘛 然後形成這個人 這樣都有意思嗎 這就叫特徵工程 那 所以 任何一個圖像 他都可以透過特徵工程 讓他產生一些 就是 產生一些數據 這樣可以理解吧 然後用這些數據 再去做預測 那 捲基神經網路 不需要做這件事 對不對 那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不需要 預先去指定 這個 指定 到底我要抽什麼特徵嘛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把人 把它分成 我們就說100個參數 對不對 然後他自動去學 捲基神經網路 有這個好處 那缺點是什麼 就 如果他抽 他抽特徵的能力 不見得比我們 預先想好的好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手面對的限制喔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 捲基神經網路 抽的特徵 自動抽的特徵 可能會比手動抽的特徵 來的差 我們來這邊給大家一個想法 好 來 張家綺你邏輯最好啦 對不對 我應該怎麼叫你公衛女嗎 如果按照資工男的這個講法的話 講公衛女可以嗎 好啦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 你可不可以summary出一些結論 就是 捲基神經網路1989年就已經出現了 對不對 他可以自動抽特徵喔 對不對 他可以自動抽特徵 手動抽特徵比手動抽特徵來的更準 對吧 可以嗎 那為什麼 之前 30年來的人都這麼的 就是這麼的 就這麼的智障 都不這麼做 為什麼啊 你可不可以想想想想想想道理 我帶大家了解一下喔 這科學發展齁 不是說 不是像大家想那麼直覺啦 好不好 來 想得出來嗎 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在幹嘛 30年來 30年很長欸 對不對 真 為什麼 來 那數學男 我們這樣就好 數學男 有沒有什麼想法 不理男 你好像想發表一些看法 電腦還沒罵 電腦還沒罵 這是一個好想法欸 電腦 跟不上 對不對 不過 大家可以這麼想 一般人也許是跟不上 但是你說這個 你說 那個像什麼 那些什麼大公司啊 那他怎麼可能會跟不上呢 那 如果說是電腦跟不上 狀況就會是 某些 就是科技巨頭 就是資源掌握比較多 他們是用這個方法 但是 其他 就是 譬如說其他像什麼 學校啊 可能是用別的方法這樣 那好像不是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Google啊 Google 他們 譬如說Google做得最好的是什麼服務 大家知道嗎 就搜尋引擎吧 他們搜尋引擎 厲害在哪裡 就是你打出一些關鍵字之後 這個 他們收到的東西就是 比較是你想要的 對吧 這個可以理解吧 你們知道他背後的演算法是什麼嗎 你們一定想不到啊 就是邏輯思惟歸 為什麼是用邏輯思惟歸 不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電腦或什麼的喔 應該說他覺得邏輯思惟歸就是快啊 對不對 所以說 你會發現 其實 其實這個就是 即使是 最屌的公司 也不見得用什麼 很了不起的演算法 他就把你的輸入了關鍵字 然後把它做一些 這個字啊 詞的這個拆解之後啊 就直接丟去邏輯思惟歸 做預測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完全沒有用一些什麼高級的模型 好所以 不是電腦跟不上的問題啦 好不好 不過護理男講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給我們一些很大的hint 好不好 江振景 我不知道你念什麼的 我也是念工位 你是念工位的嗎 對啊 你 你那個 那個學校叫 是工位系喔 衛服系 衛服系 衛服男 好衛服男 你有沒有再講一下 講一下這個 講一下這個 有沒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咧 我們學了這麼多 你都沒有一點感覺嘛 我們學了七節課了耶 對不對 沒有任何想法 沒有任何想法 好我直接告訴你們想法還什麼 我們學到上一節課 有解決什麼問題 T度消失問題 對不對 所以告訴我們 的一件事 你在以前網路升不了了 對不對 網路不升 特徵就不會 就不夠高階嘛 對不對 所以自動抽特徵的能力 其實在 有深度神經網路以前 他其實有點受限 你說如果一個網路 你說手寫數字辨識 那個網路是不是有四成生 四成生是能夠抽出 什麼高階的特徵啊 好像抽不出什麼高階的特徵對不對 可是 做數字辨識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說做一般的圖像辨識 是不是就很有問題 所以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在 2000年代的時候 不是說缺少 卷基層經網路這種工具 有的 事實上是有這種工具啊 我們面對的困難是 我們的網路搞不升 網路搞不升 導致 自動抽取特徵的能力 比不上手動抽取特徵的能力 這才是導致我們的 這個技術沒辦法突破的重點 這樣的東西 當然你回到 根源就是網路搞不升 數學問題還沒解決對不對 如果我們現在回頭看 好 所以啊 但是在2000年代啊 大家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大家知道所有的這個研究者 都是當時最頂尖的科學家 你事後 你發現的問題 他們一定也發現 他們也許想不到2016年那個漂亮的解法 但是他們總是會嘗試各式跟他們解法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你看 這一篇paper他就在解決這個問題 2006年發表在哪裡 發表在size上面 你看 又是這個人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覺得有些人的臉總是經常出現 對不對 有啊 有覺得嗎 那你們以後看到他的名字 你們就要認得他 好不好 好 然後他怎麼解決咧 他解決的方法 我們先欠著好不好 因為 下下節課的時候 最後 你們會比較了解他解決的方法 但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他的解決思路是什麼 就是 我沒有辦法一次訓練一個十層真的神經網路 那沒有關係 我一次訓練一層可不可以 你現在可能想像不到怎麼樣一次訓練一層 你說這個反向傳播法 數學難 數學難你想得到嗎 那個函數一次這樣子會想 我怎麼可能一次只訓練一個部分 想不到對不對 好我們等到那個 等到那個兩節課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這一篇paper的解法 好不好 兩節課之後 就是 現在是第八課嘛對不對 第十課的時候 我們會教大家一個很特別的模型 有那個模型的概念之後 你就想了出來 這個 我要怎麼去這個 這個一層層訓練 這樣子 好 好 那不過啊 那個時候人就發現 網路只要升了 這個準確度就提高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只是我們沒辦法讓他升 好 那還有喔 自動抽取特徵 除了演算法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們需要數據 如果數據不夠大 他抽到的特徵 很有可能就是假相關 大家知道如果我們現在是自動找特徵 是不是 整張圖隨機組合起來的特徵 他可能並不是真的 真的 就是真的具有辨別能力的重要特徵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喔 我們現在教室裡面人只有十個 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分辨成績好或成績不好 就是想要分辨這個有potential的學生 結果這樣一分類下去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居然說我發現 這個身高 身高可能 身高可能越高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越有potential 就越有這個 層次就越會行 這個很明顯是個錯誤相關 對不對 可是在小Sample裡面 我們就是發現了這個現象啊 對吧 所以說啊 小Sample 小Sample沒有辦法讓我們 能夠把特徵 因為特徵數目實在太多了 這樣知道嗎 特徵數目實在太多 小Sample沒有辦法幫我們很好的篩選特徵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如果沒有足夠大的Sample 即使有了很深的神經網路 能夠有很好的自動特徵工具 一樣沒有辦法做得非常好 這樣知道吧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收集大量的資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李飛飛 李飛飛 這個 我們是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嗎 這裡有沒有人 少都認識他的啊 一年級的都不認識他對不對 沒關係 我跟大家講 這個李飛飛啊 他是 聽名字就知道 他是個中國人 北京出身的 這個 他後來在 普林斯頓大學念完博士的時候啊 大概2005年就到Stanburg當老師 他那個時候啊 如果你 你試想 你回到他那個年代喔 你會發現 欸 我們先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演算法最後會走到什麼 什麼地方 2005年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預示到 10年之後會有重大的苦果 但是你思考一件事情喔 來 不管是 深度神經網路 不管是 捲基神經網路 或者是什麼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些東西 他們是不是在做之前 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問題 就是特徵工程 只是手動特徵工程 還是自動特徵工程 對吧 那不管怎麼樣 不管是 手動還是自動 就是 比如說 我先 從圖像 經過一些數學運算 得到一些數值 然後拿來做特徵工程 不管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都需要資料 去support 這樣動用的意思嗎 如果沒有資料去support 這個 自動特徵工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樣子 就是 類似我們抽這個 DNA 你就是有31個剪輯隊啊 那特徵就是這麼多 我要怎麼篩選 用sample來篩選 對不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喔 在2005年那時候喔 這兩條路其實 我們 這兩條路其實 最終就是要有大量的數據 沒有大量的數據支持的話 是沒有辦法walk的 所以他就投入了 收集資料這個研究 好不好 猜猜猜知道了嗎 收集資料很重要 這個 收集資料啊 這個 在這個時代啊 這個演算法 不是那麼重要啊 好不好 演算法很多人都會啊 對不對 那個 上完一個學習的課之後 你們大概都有初級 初步可以建構深度神經網路的能力啦 那這麼多人 都會見 那怎麼樣才重要 資料比較重要 好這樣知道嗎 那可是資料比較重要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喔 呃 燦翰還沒有開寫博 我們很久都沒有叫推廠 推廠你應該 你覺得如果 你今天寫一個這個proposal 你就 在那個 博士班資格考的時候 你就寫個proposal 那你就跟李飛飛做一樣的事情 喔 現在很需要資料 所以要收集一個 一百萬級別的這個 這個 一百萬張圖 然後裡面標貓貓狗頭啊 之類的東西 你覺得你這個好會過嗎 你覺得不會過對不對 欸對啊 他這個 當時啊 他在申請這個 美國計畫的時候啊 欸也都沒有人理他耶 也都不會過耶 欸 即使到現在 我覺得 如果你純提出一個 就是收集資料的 計畫 可能還是不會過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啊 就是總是 我覺得收集資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總是要撥一些資源來做這件事 沒有真的東西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現在這個 我不知道 我國外我很久沒有follow啦 至少在台灣啊 慢慢有一些科技計畫 是會鼓勵大家提供data 鼓勵大家幫忙收集data 但是要公開這樣子 好 那 他當時啊 就是過了非常慘 這個 反正他是 他的經費全部都是自酬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他很辛苦很辛苦 到2009年的時候 才把這個 就是100萬 個 就是圖片 然後標貓啊 狗啊之類把它收起來 好這個 這個database啊 這個database 我們的 欸我們的NAS裡面有嘛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到時候 大家現在都是用伺服器嘛 對不對 伺服器的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就有這100萬個database 就是100萬張圖 將100萬個label 那大家如果這個 有興趣想要重現 這個 想要用他進行運算的話 其實可以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了這樣的一個東西之後啊 我們 李飛飛在2010年的時候 他一般來想一下 他是自酬經費喔 你思考一下他的遠間 就是 他是自酬經費 所以他的database 有沒有必要給大家用 好像沒有 對不對 像他你辛苦收集到的資料 你覺得你會把它放到網路上 給大家隨便搞嗎 絕對不會對不對 沒有這種想法 欸他就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他還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啊 讓他辦比賽 這個辦比賽啊 我們這一節課 就是 第八課 結束之後 我們就要讓大家參加比賽啦 不過不是參加他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比較難 也不是說比較難啊 就是 呃 我們先從簡單的比賽開始 好不好 好那 就是競爭對手比較強 另外一個比賽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競爭對手比較弱這樣子 好 那他辦什麼比賽 就是他把100萬張圖啊 全部給大家 欸 隨便你怎麼搞喔 對不對 然後接著他藏了10萬張圖 不告訴你答案 但是你要把答案給我 把答案預測出來給我 然後我 因為我有標準答案嘛 對不對 我自己跟 我們拿你的答案跟標準答案做比較 然後看看你預測的準不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個 這個 欸 他這樣子的一個平台喔 其實 我是覺得 呃 就是 不但第一個是鼓勵大家 就是 參賽 然後比較 對不對 第二個是其實對那個演算法 提供演算法的人 其實也蠻有保障的 因為我只要給答案 我不需要知道 我不需要跟別人講說 我怎麼算出來 對不對 可以了解嗎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 等於說 我 我不知道在201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樣的設計 是不是一個很超前的設計啊 我們現在看好像很隨便啊 就是 到處都有這樣的比賽 甚至還有這樣的平台 對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是不是很超前啊 我個人覺得 呃 就是 也許就是有這樣的 超前的想法 所以之後 才會 在這個領域發展才會比較好 好 然後2010年開始辦比賽啊 2010年 欸 這張圖啊 就是這個 比賽的 每一年比賽的成績啊 這邊秀出來的錯誤率啊 不是平均值啊 是冠軍的 錯誤率 錯誤率 5% 他的做任務是 給你一張圖 你要在1000個選項裡面 選到 選到正確的分類 欸真的聽起來很簡單啊 實際上還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覺得說他貓 他不是只有分貓而已 他有分什麼波斯貓啦 什麼 黃金獵犬啊 反正他是有分開的 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啊 那人類的錯誤率是多少呢 人類的錯誤率是5% 所以啊 當時在辦比賽的時候 某一天如果 有人的錯誤率可以低於5% 那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人超過AI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010年的冠軍 錯誤率多少 百分之28 欸 然後2011年的冠軍 百分之26 如果站在那個時候 呃這個 太陽漢 如果在2011年的時候 你把後面遮住 你跟他講說人 AI有一天終將超過人類 你有相信嗎 這是冠軍喔 這不是平均值啊 這是冠軍喔 不會 我也不相信 那2012年齁 有趣的事情就發生 你看冠軍降了一大劫 對不對 這個圖非常遺憾 他沒有秀出亞軍的 如果你可以看到亞軍的 那你會更驚訝 因為 2012年的亞軍啊 他的錯誤率跟2011年的冠軍沒有差很多 所以是2012年的冠軍 大幅度點壓了所有人 這樣知道嗎 然後亞軍其實 也比之前好一點點而已 那這個 2012年的冠軍 這個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記住 2012年的冠軍是誰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下面這個 LXnet 欸你有沒有發現 老是同樣的 對不對 蔡龍翰你有沒有一些 夢想啊 你覺得 欸他行我也行 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有 有 非常好 我也覺得非常值得鼓勵啊 對不對 欸張阿喜不要笑 公為女人 你不要這樣子 對啊 欸 我覺得他很有夢想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要 年輕人就是要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來蔡龍翰 你覺得 他行你也行 那我們不要求你 憑空想出他做了什麼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他到底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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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變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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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想得到啊 他到底做了什麼 讓深度變深啊 然後他不只做了深度變深 他深度其實沒有很深 就把它成深而已 大家不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啊 阿蔡龍翰 他的臉一直出現啊 我覺得前面七課 我們看到他的臉 至少也是五六次了吧 對不對 他到底做了什麼 忘記了 數學男 給我一點信心 這代表我們教學是有意義的 解決T2消失是他嗎 不是吧 解決T2消失不是一個很年輕的大陸人嗎 你還記得他的名字嗎 忘了 好沒關係 公衛女 可以嗎 他做了什麼事情 欸給點 我真的 我真的一直教他耶 我們教了一大堆 我不是在教某一些 如果是他發展的東西 我一定會把他的臉弄出來 忘記了 衛福男 你是不是在用筆電看這個 翻前面的那個課程啊 我還沒翻到 你還沒翻到 哎呀 好令人難過啊 欸我跟你講 他到底他提出了非常多方法 來我們來試想像 第二課的時候用什麼 我們第二課的時候 然後 我們是不是在最後把 什麼是那個 飛遷電轉向函數 從SIGMOID換成RELU 欸 不是他發明的啦 但是 呃 在他以前 沒有人大部分應用 所以我們把Credit給他 這樣可以吧 RELU 第二個 來來來來 這個 這個 過度擬核的時候 他怎麼解決 過度擬核我們教有哪一手段 蛤什麼 小批量 小批量 我們好像是在第三課教的啦 不過 你們忘記在第幾課教的 這沒有關係 好不好 呃 他的批量好像不是很小 這個 這個 他 訓練的時候用的批量 搞不好有 應該是不到1000啦 因為他那個時候設備蠻爛的 真的想不到 你們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叫DROVE OUT 這個東西啊 還記得嗎 還是我講出名字 你就記得了 職工男 你還記得嗎 欸我 我教過的東西 如果你們忘記 這樣會有點糟糕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你們以後 在寫 設計深度神經網路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 已經發現他要一層一層自己嫁 對不對 你 你忘記DROVE OUT 你就 你的成員就不會有DROVE OUT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就 你就不能防止過度擬核 這樣可以嗎 這個有一些東西 你可能大家可能要記住 好不好 我這樣可能練習不足 等到大家在做這個 就是實際的這個 就是 比賽任務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比較有感覺的記起來了 他還做了非常多事喔 包括 DATA的augmentation 還有一些我上課沒有講到啦 只要說他在圖像進來之前做了非常多處理 而且他的DATAaugmentation的變化非常的多 好沒有關係 大家知道啊 這個如果沒有2012年這一篇paper的話 這個大家是不可能 重新 不可能會有大量的人 在研究這個領域的 好不好 不過憑良聽講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2012年的這個冠軍比亞軍的這個大突破 這個恐怕不是什麼 這個恐怕不是說他真的發展出了什麼 六個了不起的方法 所以說 這個 所以說這個 就是他的performance 大幅度的上升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2012年以前的世界 以後你們 因為你們都是以後 至少都是碩士生嘛 都是要做科學研究嘛 對不對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們那個時候面對到的情境喔 在經過了 畢竟是1986年就提出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個1986年都提出的東西 到了2012年 講真的一個東西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差不多都有定論 可以想像嗎 已經將近30年的時間耶 所以說 在2012年那個時代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 這個 依據用反向傳播法 去驅動的這個 就是神經網路 他的performance 就是比不上 前面講的那些什麼 Support Venture Machine Random Forest 之類的東西 就是比不上 所以根本沒有人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為什麼 Jeffrey Hinton會用呢 為什麼 你們覺得為什麼他會用 欸 來護理男給你這個機會 給你回答他的機會 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他會用 他特別白痴 這樣嗎 他特別努力 不是他特別努力啊 因為那是他發展的東西啊 那是你可以想像 那就是他生的小孩嗎 他生的小孩 那他不用誰用啊 對不對 他的目標跟大家不一樣啊 大家的目標是用 用別人發展的方法 這個得到冠軍 他的目標恐怕也不是拿冠軍啊 他的目標只是希望 我怎麼樣把自己的方法 再更眼睛一點 這樣之後 欸 結果很幸運的是發現 喔靠 原來在大量的數據 支持的前提之下 這個 有反向傳播法驅動的這一系列方法 表現居然可以比前面那些方法好非常非常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為什麼在這之前都沒有人發現 這樣你們知道李佩佩的重要性了吧 如果沒有大數據的話 根本不會有人發現這件事情啊 後面這些東西都不會 後面這些東西都不會發展 這樣知道嗎 好不過當然啦 2012年 欸這個 這一些故事齁 我想告訴你們齁 是希望你們可以去理解 就是科學的發展的進程是怎麼樣 這樣可以了解 好 2013年的時候 欸大家想一下 2012年 有一個人用了一個老方法 然後拿到了冠軍 然後海放所有人 海放所有人 然後所有人都是用 當時認為比較好的方法 是不是瞬間形象又逆轉 欸沒有錯 形象瞬間又逆轉 2013年開始 所有人在不用什麼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andom forest之類的方法 全部人都在用 卷輯神經網路啦 好所以 你會看到在 2013啊 2014啊 有一段發展的黃金時期 為什麼 就是其實在這段時間 有點像是調參數啊 就是 呃這個 反正大家就 2013年的時候 還比較沒有那麼像調參數啊 反正因為畢竟還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科學的發展都這樣 欸我發現這個東西很好用 它是不是還有好多小修小補的技術 比如說 這個 呃 Bench size要用多少 小一點可能比較好啊 然後 這個 在做這個就是 呃 在做預測 運算的時候 可能T2下樣法的時候 要有 正則化啦 然後把這個損失 把 那個 非限制轉向函數 從reliu再換成什麼其他的啊 對不對 總是有一些很多參數要調嘛 對不對 那剛開始 在2013年的時候 大家參數都還在亂調啊 到2014年的時候 喔這個時候 你看2013年的冠軍到ZFNet 那個ZF 哪兩個字我根本就不知道 大概就是 Z跟F兩個人命名的吧 我估計就是這個樣子 欸到了2014年的時候 欸你看那個名字 你覺得 你們猜那個 那個奪冠的團隊是 就是Google嘛 對不對 看名字就有點像 對不對 欸你們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 來我問一下大家 為什麼那個Google 奪冠的那個 L要大型 Google為什麼L要大型 來 來 你要回答嗎 沒有任何idea 有沒有人要回答 欸 來 這個 公衛女你想到了什麼 為什麼那個L要大型 蛤你說什麼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來講 講義上沒有答案 來 來 你講一下 為什麼那個L要大型 是有一個人叫李的 欸 確實是有一個人叫李的啊 那那個李 李是誰呢 前面講過 蛤 誰叫李啊 那你先 你告訴我他 講過沒關係 你告訴我他發展什麼就好了 你仔細的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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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錯啦 這個不錯了 我覺得這樣 來 我們往前一點啊 這人名字叫什麼 欸我根本講真的啊 那個人當時在Google啊 而且他值得被紀念吧 我跟你講你們不要看不起他喔 他2019年的時候拿到圖靈獎喔 2019年的圖靈獎 欸我現在不要講這個 因為我忘記第三個人叫什麼 好不好 2019年的圖靈獎 是頒給 詹姆琳町 還有他 對不對 還有一個 欸不好意思 我真的應該把這個名字背起來 好不好 這個 真的不知道他發展了什麼 好 好這樣了解嗎 欸這個 大家可能光看名字 就要有一些感覺 知道嗎 好啊 Google得冠 Google既然可以奪冠 他挑參數 絕對調到了幾次啊 不過你們那時候 我跟你講一下 2012年的 神軍網路層數 八成 冠軍八成升 13年呢 ZFNet 13成升 15年 14年奪冠的冠軍呢 我那個時候記得是22成升那樣子 同一年喔 2014年的亞軍也是一家很不錯的公司 亞軍 亞軍 叫Deep Might 那個時候還沒跟Google合併 冠軍Google 亞軍Deep Might Deep Might 知道哪家公司嗎 不知道 還把Apago那家 可以嗎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你可以想他們13年那個時候 不是就開始發展圍期了嗎 你不知道Apago是什麼 這樣我們很難溝通欸 你要不要Google一下 可以嗎 你知道 還是可以 大家還是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2014年的冠軍 乘數22成升 2015年的冠軍 就是那個 微軟那個嘛 對不對 1000成升 他跟2015年的亞軍 乘數也沒有超過30成 好不好 但是2015年的冠軍1000 好後面就不重要了 那個 這個 詹佳琪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很有興趣知道2018年是什麼 為什麼到後面就不放 你有沒有覺得老師都不跟進講義很可烈 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沒有 欸你不要這樣講好 那那個蔡翰 我看你就敢講話 你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不跟進一下 因為老師在忙 哎呀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比賽是誰辦了 李飛飛對不對 還記得嗎 可以吧 還沒有忘記喔 那個李飛飛他2018年的時候 就跑去Google 當這個首席科學家 那個 所以後來他覺得 他18年的時候宣布停辦 他的官方理由是說 這個 我 我們現在已經辦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的表現都已經非常好 已經超過人類很多啦 這個 剩下的這個 那些一點點的進步 不值得大家花這麼多資源去關注他 巴拉巴拉 但是我覺得 關鍵其實就是 因為他變成是球員啦 他本來是裁判 他現在變成球員啦 所以說 他當然就不能夠 不能夠再比啦 對不對 不然以後 Google奪冠 人家會挑戰 你是不是有答案 對不對 欸這個 其實這個比賽過程 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有一家公司叫百度 百度你們都知道吧 百度也參加過這個比賽 在2014年的時候 當時他做出來的錯誤率啊 好像 比5%還要低啊 欸你說那他怎麼不在上面 欸後來有人檢舉他作弊 他用不著看 因為為什麼 因為 雖然說 這個就是 他提交答案的時候 我們照道理應該用AI預測 對不對 可是你就是有原圖啊 你懂我意思嗎 你就是有原圖嘛 對不對 那 總共他 總共要預測幾個欸 預測10萬 正常人不會想要去 一張張標他啦 不過百度就幹了這件事情 他就用神秘虧章 一張去算啊 對不對 然後 最後他提交答案 錯率小於5% 冠軍 後來被 後來他自己裡面的員工爆料說 啊作弊 所以說還是不要亂作弊 後來他被停權啊 就不准他比賽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 就是大概 我們整個故事了解 大家是不是這樣 這個故事 聽這個故事齁 我覺得也是蠻有啟發性的啊 每次我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希望 你們可以更了解一下科學的發展 有人知道說 欸這個 在每個 就是 大家聽這些故事 就是希望你在現在這個當下 你可以了解到 目前就是 科學的進展發展到什麼程度 那你可以怎麼突破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然後 欸怎麼樣去 有可能讓自己 也可以成為這個 發展出這個 呃 就是 一年被賽特兩三萬次的這個 這個研究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這些研究 就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理解吧 而且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15年這個嘛 對不對 那中間的這些過程也非常關鍵喔 因為他們發展出了很多 我們 以後要設計 深度神經網路的時候的原則 現在 來 猜猜看 教你設計一個卷機神經網路 請問想要怎麼設計 你不要這麼可愛的看著我好不好 就有一張圖啊 你要做分類啊 卷機層 對不對 卷機層 可以吧 那個 Builder數目多少 Kernel Size多少 你不 聽不懂什麼叫Kernel Size 跟 Builder數目是不是 Kernel Size就是 它在掃描的時候 它不是要有空空的大小 就只有Z條 Z條 啊有多少變化 我們當初那個 那個什麼 第六課上的那個 的QN 它發展的那個 卷機神經網路 它第一層是什麼 欸 你看 我上過就忘記了 它怎麼了 5x5 它是Kernel Size 5x5 對不對 它這個 Filter數目多少 我的 上課獎益是10 但是實際上它是20 所以我故意給大家一個比較小的網路 反正Performance差不多 反正Performance差不多 所以說 第二層 接下來就 還記得接下來做什麼 它接下來就 Value 對不對 Value完了之後呢 Pooling 對不對 對不對 那Pooling完呢 再 Convolution一次 這一次Convolution是幾乘幾 還是5x5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欸就是 Filter數目 原文是50 論文是50 然後繼續往下 然後就HolyConnect 對不對 好 請問一下 Filter數目5 5跟3 還有7 有沒有差別 不知道 好像都可以試試看 對不對 阿Filter數目 20 跟200 或者你200 真的太多 跟40 有沒有差別 好你們現在有感覺了嗎 其實要設計一個神經網路 比翔中還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它變化有點太多 對不對 就是 我原 我現在 如果你 大家思考一下 類似在2012年那個當下 完全沒有任何 guidline告訴我說 我要怎麼設計神經網路 對不對 到現在也沒有什麼guidline 但是 透過等一下我好好講解 後面的研究 大家應該要知道一些原則 以後你不至於就是 看到我剛剛講 我不至於以後又問你這個問題 然後你會發現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連第一層要設計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呢 動過的意思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第一個神經網路 第一個獲得成功的神經網路 LXNET 這個LXNET 它的設計結構是怎麼樣子 好我們來先來看 從下往上 這圖 我們現在要來考大家看不看得懂嗎 蔡神經來你來講 好不好 衛福男 第一層是什麼 從下往上 就是如果你要寫這個 你要 寫這個 就是 model architecture 就是用那個層次把它寫下來 data進來之後 第一層要過什麼 不要那麼害羞喔 好不好 一層要什麼 好啦好啦好啦來站在一起 幫他看一下好不好 一層要什麼 我現在要問的大家是這個 來 看著這張圖 好不好 然後 請你想一下 我這裡要怎麼寫 data進來之後下一層是什麼 然後再下一層要怎麼丟 還記不記得我前幾個課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教大家畫的 就是data進來之後 那接下來要丟到什麼地方呢 這裡要丟什麼 數學男 欸 護理男 我聽到你來講話 護理男 護理男不要看他 回答 回答 回答我 來 特寶 蛤 你說什麼開頭 劈開頭 這裡哪有劈開頭的東西 唉呀我有點難過耶 來你們看一下他第一層寫什麼 我剛剛不是說從游下往上嗎 他第一層寫COMV COMV你們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7V convolution的前面四個字啊 可以嗎 所以第一層 他其實第一層就是接 卷積層 這樣可以嗎 那他的卷積層 那卷積層要很多參數 對不對 他的參數是什麼 仔細看 11乘11的kernal size 對吧 96是什麼 96一定是filter樹木嘛 對不對 用想的大概也想得出來 前面這個S4是什麼意思 步伐是4 他不是每一格少一次 他是每四格少一次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然後 後面在斜線Value 所以他過了COMV之後 下一個是不是Value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接著 下一層他是不是有個綠色的東西 那個綠色的東西 我們上課沒有教 我們上課沒有教 它叫LRN LRN這個層啊 這個層就是 後來大家都用Bench Normalization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BN Bench Normalization 所以這個層我們沒有教 我們不太影響 現在已經被淘汰了 這樣知道吧 反正就是你知道 這個LRN的過程 這樣子 好那 下一層是什麼 MaxPool 顯然是用Max來Pool 對不對 那他用 他的filter 他的那個kernal size 是3x3 對吧 然後呢 S2是什麼 一樣 每兩格做一次 所以他會Overlap喔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喔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圖 他第一次 filter在這裡 找一個最大的數字 可能是他 這樣可以接受吧 第二次他移動兩格 最大的數字 欸 搞不好又是他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 3x3 S2 他會有一定的重複喔 這樣知道嗎 好不過沒有關係 他故意的好不好 他故意的 這也是他的那個 這個神經網路 就是幾個跟以前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後面我們就 不詳細解開了好不好 但是 大家看這個圖 不要覺得害怕 以後你們在 理論上 大家上完這個 這個學習的課 你要看到 你看到這個圖 你要覺得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好懂 然後你有辦法 把這個圖 跟程式 把它連結在一起 為什麼 這樣你才有辦法 做出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以後你們去 比方說 像這邊大部分都是自費生 以後我們去公司上班的時候 這個 以後你們的日常 一定 他們通常不是說 交給你說 請你去做一個 什麼 請你去做一件什麼事情 隨便你怎麼搞 通常不是這個樣子 通常是 隨便你怎麼搞 但是你要看paper 對不對 你看到paper 說 這邊paper做得好好喔 你要學它 你至少要看得懂這個圖 不然你怎麼學啊 對不對 這個圖已經跟數學士 已經跟數學士不一樣了 對不對 這個圖比較容易看 還是數學士比較容易看 數學系的都覺得這個圖比較容易看 好 這樣可以吧 這個圖已經很容易看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 這是他的六大先進觀念 六大先進觀念 1. radio 2. drop out 3. overlap and mic pooling 就是我剛剛講的很特別的 兩配吧 4. data augmentation 他做的東西有一些你根本聽都沒聽過 什麼叫ZCA白話 這邊聽得懂的人 就很神奇啦 好不好 第五個 GPU 用GPU也算是一個先進的貢獻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思議 現在這年頭不是用GPU正常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還真的 沒什麼人這樣搞 講真的在深度神經網路大幅發展起來 NVIDIA的股價也不是說多高嗎 對不對 現在就是因為又挖礦又這個 又這個神經網路 導致NVIDIA股價就一路走高啊 好那這個 最後這個Benchrom 就是跟Normalization類似的成 好不好 好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啦 就是NXNET 他的技術創新點很多嗎 幾乎沒有 關鍵是那個時候的人 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人願意用這個方法去做 這樣知道嗎 甚至是學習的方向都不一樣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大家在說一說 上了我 我開了這裡 CD的課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那些智慧相當機 水機森林 我們剛剛講那些 前面說被淘汰的那些東西 你看你們甚至連聽都沒聽過 我只講過 我只講過 我只講了兩分鐘對不對 連聽都沒聽過嘛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他是被淘汰的方法 對不對 至少在這個時代他是被淘汰的方法 所以為了降低你們學習的成本 我就不讓你們學啦 對不對 我讓你們花大部分的時間 在學習神經網路 那如果啊 你們畢業以後 你們要去 假設又有一個莫名其妙 這樣的比賽 你們是不是大致上 大概都會用神經網路來面對他 對不對 除非今天有個人 再次用了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種方法 碾壓了大家 大家才會在越地去學一下 這樣都會這樣 不然被淘汰就被淘汰了 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再學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 當如果 知道這個東西的人很少 他大概進展就不會很快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他幾乎沒有創新性喔 但是 關鍵就是沒有人知道 他可以在這裡表現這麼好 所以 我們還是 必須 非常的 欣賞 等於說可以從一而終的人 對不對 不是說什麼 我發展出一個方法 沒有人用 我就把它丟掉了 跟大家講一下 我博士論文發展了兩個總計方法 到現在我自己都還沒用過 這樣知道嗎 所以堅持 堅持到底還是蠻重要的 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 好那 我們剛剛 遇到的那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來 大家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這個 卷積核 欸 剛剛他的 是不是很有創意 他第一個 第一層用的卷積核是幾乘幾的 十一乘十一對不對 後面呢 後面我們再看一下後面 五乘五 又三乘三 是不是太具藝術性啊 你不覺得很 其實這個十一是怎麼想出來的 為什麼不是西亞 你有沒有這個疑問 看看你有沒有這個疑問 有 那 如果你 你思考一下你要怎麼 Revenge 就是以後 你現在思考 你現在是碩士論 碩士人喔 你以後是要報碩士論文 你在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 你把LXNet這個架構也畫出來 然後 接著這個 口試人問你說 為什麼第一層要用十一乘十一啊 你可不可以給個解釋 可以嗎 可以給個解釋嗎 你試了很多遍 你真的有四嗎 你真的有四九 你真的有四七嗎 當時 當時 就算Jeffrey Hinton 跑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試了很多 四出十一還最好 都不會有人信 怎麼可能 你要 要試的時候會有多少啊 你怎麼可能每個都試過啊 那如果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你說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他可能沒有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這樣講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他可不可以講說 那我現在問你說 你這個 你下面是十一乘十一 中間是五乘五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把它反過來 你 假如說你告訴我說 十一乘十一 十一乘十一的這個 十一乘十一加五乘五 是我 稍微 隨便試過幾個最好的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問你說 那你有沒有試過把它反過來 你一定沒試過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會回答說 喔 那個 我在下面那層發現 我比了 五七九十 發現十一最好 我在上面那層 比了 三五七九 發現五最好 假設你真的有比喔 他要問你說 那你是不是每一個組合都比過 一定沒有 對不對 欸 每一個不是每個組合都比過 你怎麼敢肯定 會不會有一個特殊的組合 讓他可控問最好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嗎 問題出在 我們絕對不可能全部都試完 對不對 這個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調參數 就是 就是 改一些參數啊 然後這個 網路可能整體結構沒什麼變化 但是 你總是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結果 對不對 那這樣子 這樣子 遇到的困擾是什麼 我剛才跟蔡翰講 你看 你 基本上你遇到這種問題 你跟老師就在講說 喔 就是 根據我的經驗 這個 調這個東西 這個Performance差別不大 我講的是事實喔 所以我跟你講喔 Jeffrey Hinton 他當時在做的時候 絕對沒有調那麼多參數 而且你們沒有辦法想像的是 Jeffrey Hinton 他因為他研究 是一個被淘汰的方法 所以他幾乎沒有 經費支持 當時幾乎沒有經費支持 後來當然就很多了 好不好 所以他當時啊 這個都 這個你上去網路查都還查得到 他當時 做出第一名的那個電腦 運算的資源 大概 台幣大概20萬就可以買到了 這樣知道 你知道多便利嗎 所以 他根本沒有 足夠的資源去試完所有的組合 他根本沒有訓練過幾次 這樣知道嗎 我們現在要重現他的結果 動不動就可以 找個20次 訓練個20次絕對沒有問題 他當時好像可能就訓練兩三次而已 這樣知道嗎 所以他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 隨便弄的 這樣弄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他 但是至少他給了大家的tint 對不對 那後面的人是不是就要慢慢解決這些問題 好 是不是就要有人研究說 那到底卷積層 要幾乘幾才合適 到底要幾乘幾才合適 還是有沒有可以follow個rule 主要說按照剛剛Alex Kent 的這個rule 越前面的層是不是 卷積合越大 所以是不是 至少也要有人研究 由小到大跟由大到小 兩個比較一下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 這個 卷積合大小是一個 很關鍵的這個 很關鍵的這個 就是需要大家仔細研究 好還有一個另外更 在卷積合大小裡面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 需要有人研究 就是 我們卷積合的 是不是都沒有講到 一乘一啊 一乘一的卷積合 你覺得很重要 來 一乘一的卷積合 你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 一個 一個自己掃自己 怎麼會有用呢 欸 這邊朋友在幹什麼 我們先看他的結論 一乘一的卷積合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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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好 這個關鍵啦 這個大家一定要好仔細聽喔 關鍵是 你沒有了解 就是 你對第一眼看下去 都會覺得一乘一的 沒有用 因為你不知道一乘一的 他實際上 你沒有把他的那個 算法 把他想起來這樣子 就是 就是他實際上的運算過程 跟他的數學意義 把他對搶 我們思考一件事 卷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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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是不是 是一個很 跟ボリーカメティ 沒有什麼差別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卷積層 是不是 我本來是用掃的 但是我可以把這一個矩陣 換成另外一個大矩陣 對不對 改 shape 還記不記得我當初數學怎麼推倒 改 shape 然後 再相乘 對吧 相乘之後再把 shape 改回來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卷積層 其實就是線性運算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沒有講錯吧 沒有齁 好可以 謝謝數學 謝謝肯定啊 那 既然他是線性運算 根據之前的研究 我們知道什麼 非線性運算好像比較好 對不對 就是 所以說我有沒有可能設計出 非線性的卷積合 什麼意思 來來來看一下 本來的卷積合是 掃過去 好香層 累加 出去 對吧 他可不可以設計成這樣 進去之後 掃出來 先經過一個 多層感知機 然後這個多層感知機 可能疊個兩三層 最後的結果再出去 可不可以這樣子 可以 對吧 問題是我要準備在 卷積層裡面設計多層感知機 設計多層感知機 好 我們在想太多層感知機 得不錯喔 來 我們就想個最簡單的 好 3 5 3 5出去 好這樣可以接受啊 3 5出去 這個最簡單的多層感知機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 現在你有一張 現在你有一張 經過 經過一個 三層 三 就是 它的curl size是3 乘3 然後 它的filter數目 filter數目是3 filter數目是3 它卷完之後 是不是會變成 高階特徵1 高階特徵2 高階特徵3 因為這個filter數目是3 所以這裡它對應到了 這裡 這裡 這裡對吧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不好 好接著 我再把這三張包起來 一起經過 1 1 1 5 它怎麼掃的 來我們看 我們看黑板 看怎麼掃的喔 它是不是這樣掃 它的1 1 filter是怎麼做的 這三個 這三個數一起算喔 可以接受嗎 這三個數一起算 然後 它要丟到哪裡 它要丟到 5張層 5個層裡面 對不對 這一格 是不是就是 第一個filter 這樣可以嗎 它第一個運轉在這裡嘛 對不對 第二個filter呢 一樣喔 這一格 也是等於 這個連過來 然後這個連過來 這個連過來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要畫什麼嗎 它 一個filter 一個filter 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張特徵圖 這張特徵圖 在做1乘1的掃描的時候 是不是整合前面 剛剛特徵圖的運轉 知道我還說什麼吧 那你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裡連到這裡 總共是不是一個數值 9個數值嘛 9個數值 對吧 因為3x3是9個數值 9個數值 連到3個數值 對吧 可以連到9個數值 連到3個數值 對吧 9 連到3 9到3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3到這裡咧 欸 欸 你發現什麼 3到5啊 可以接受嗎 那最後我們再對這5個 5個層 再做一次1乘1的 再做一次1乘1的卷 卷肌運轉 那最後你是不是可以把這5 再整合成1 這一格是不是這裡來的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那它最後是不是就變成1了 那這是不是多層感之機 所以你發現什麼 如果我在卷肌運算的時候 我去堆疊1乘1的卷肌盒 1乘1的卷肌盒 它在卷肌的時候 因為是跨特徵 這件事很重要喔 太陽上教會覺得1乘1的卷肌盒 沒怎麼用 主要是因為它的想法裡面 它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不知道1乘1的卷肌盒 在運算的時候 是跨特徵度一起算 可以知道 那既然它跨特徵度了 它就有多層感之機的效果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它跨特徵度的運算 這個 這個大家要想一下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想 想清楚啦 路易森他花了多久時間想 想清楚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後面比較晚才發現那個卷肌 是全前面的特徵 全部一起 所以 這件事情 這個 反正這個部分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部分很難懂 就是我現在講說 1乘1的卷肌盒的規格 相當於是多層感之機 的 卷肌 卷肌器 這件事情喔 你 某一天你就會突然發現 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1乘1的卷肌盒 其實是很有用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一篇研究證明 這一篇研究 就在說明 這個1乘1的卷肌盒是很有用的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 它沒用就不堆疊1乘1的卷肌盒 因為1乘1的卷肌盒可以試作 把原來的線性卷肌改成非線性卷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跟你講喔 我偶爾很偶爾會遇到一些人 主要是不太懂的人 然後在這個研討會講說 喔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多層感 我們現在的卷肌盒喔 應該都是線性的 我們要發展非線性的這個卷肌運算 這個 聽到 如果有人做這樣的發 乍聽之下好像沒有道理 就是我們現在要發展非線性的卷肌運算 實際上你會發 欸 這不是幾樣的東西嗎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只是問題是說齁 非線性的運算不見得要透過多層感知機啦 還可以透過其他種方法 可是問題是多層感知機 在我們在做之前數值運算的時候 多層感知機跟 support vector machine那些東西 喔你們還沒比較過 這實際上差不了多少嘛 對不對 所以發展 如果有人說他的研究方向是發展 卷肌盒的非線性這個運算 這個 我們通常要先確認一下他知不知道這件事啊 好這樣知道嗎 就是一側硬的卷肌盒很有用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下一個部分喔 下一個部分是 那一乘一的很有用 並沒有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來這個 5乘5跟7乘7 9乘9跟11乘10 到底要選哪 選哪一個 選一乘一不行啊 你不能永遠都一乘一啊 你永遠都一乘一 那你永遠都是這個像素在運算 對不對 你鐵電是需要有變大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研究啊 來 這個牛津大學計算視覺組 VGG 看DeepMind的喔 所以他們就是2014年的亞軍了 他們做的研究是這個 他們想法是這樣子喔 來 一個5乘5的 這個 特徵 就是特徵曲 就是一個圖像 5乘5的圖像 經過一個5乘5的卷積格 是不是會變1乘1 可以理解嗎 那經過兩個3乘3 是不是也相當於 一個5乘5 可以理解嗎 欸看得出來嗎 來來來來 那裡 看得出來嗎 如果看得出來我們換個想法 來 原本的圖是28x28 經過5乘5之後 會變多少 24乘24對吧 那經過3乘3會變多少 26乘26 26乘26 再經過一個3乘3會變多少 24乘24 所以 一個5乘5 等於兩個3乘3 這個可以接受嗎 現在可以接受嗎 好 既然可以接受的話 那 剛剛又發現了一件事情 欸 1乘1的卷積合 堆疊好像 好像比我們想像中 更有用對吧 所以有沒有可能 我透過 我以後 再也不要管 什麼 欸 5乘要設計 什麼 第一乘要設計 11乘11 第二乘要設計 7乘7 第三乘要設計 5乘5 我全部都用3乘3 怎麼可以啊 反正我疊深一點 相當 不就相當於 對應到 5乘5 對應到7乘7 對應到11乘11 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邊研究很特別喔 然後 這邊用 他完全沒有用到 3乘3 跟1乘1 以外的 Layer 然後他就是直接 來做運算 然後比較A到1 縮的網路 你們注意到了一件什麼事情 欸這篇研究 2014年發表 而且並且拿下了他的亞軍 那他做了6個神經網路 的比較 就發表了這篇Paper 我並不是說他不上檔次 大家想一下他是什麼公司 DeepMind也會沒錢 那他就只做6次的實驗 就把結果Present 或者我當然知道 成功的6次實驗 背後可能600次 失敗的實驗 好不好 所以說 在2014年 DeepMind出來講說 他只有 他6次做 6次最重要的實驗 長這個樣子 那個2012年的Jeffrey Hinton 出來講說他什麼都試過 你會相信嗎 不相信 所以他絕對是沒有什麼都試過 好 那這6次實驗給了我們很多 欸這篇Paper非常重要喔 這篇Paper 反正你們要讀Paper 都在這裡都會有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被引用幾次好了 這個 很久沒有更新他 不知道他被引用幾次了 5萬 5萬也不少啦 確實這篇Paper也是蠻重要的 只是沒有後面那篇重要這樣 好那 這邊Paper做了6個實驗 來跟大家講他得到什麼結果 他發現 A跟ALRN LRN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Local Responsible Variation 那個剛剛講那個 Beggmol Beggmol 取代那一層 他發現 A跟A' 兩個Performance差不多 所以證明 LRN 沒什麼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接著他又比較 A到E 他發現乘數越深 Performance越好 這是他發現的事情 就是從A到E 他的Performance是逐步上升的 所以越深確實越好 這樣子 知道嗎 第三件事是什麼勒 他發現 C跟B C跟B比起來 是不是就差兩個E乘1 C跟B比起來差兩個E乘1 如果他疊的是3乘3 我們很容易E點會變好 他疊的是E乘1會不會變好 也變好 所以說這說明什麼 E乘1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當然是呼應前面的研究 這是他的原創 好 最後 這樣的一系列研究 他發現了什麼 其實 就是 就是 這一篇 這一篇研究想要告訴 而且他最後拿了亞軍 亞軍不差了吧 而且亞軍跟冠軍沒有差兩個 Performance沒有差兩個 2014年的冠軍跟亞軍 Performance大概差個2% 0.2%而已 幾乎是沒有差兩個 他們兩個是海盪 然後他們剩下所有人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就合併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這樣的一個就是 研究 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欸 至少我們以後再也不用管 呃 就是 幾乘幾了這樣子 這樣看以後 人家遇到 有 口說有 問你這個問題 你就把這邊配合給他看 說 現在我們只會設計33 沒有人在設計3 沒有人在設計11乘11 沒有句子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看有沒有感覺看Paper還蠻重要的 你們 我剛剛講那麼多例子 只是希望 帶這些 藉由這些經典研究 讓你們了解 你們在設計神經網路 要了解哪些原則 因為這些研究 這些實驗都給大家一些深刻的印象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就不用試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不用試11乘11啦 這樣可以啦 好 下一篇 同一個時期 Google 他訓練出的22成生的網路 還有Google Net 是當時比賽的冠軍 當時比賽的冠軍 他在解決 他們兩個 兩家公司在 比賽前 是沒有互通資訊的 我們當然不會把 時間結果告訴你 對不對 怎麼可能自己呢 所以說他們兩家分別 同個時間分別 研究了不一樣的方法 這個Google 他當時想法是這樣 欸我不知道 1乘1 3乘3 5乘5 哪一個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剛剛 蔡朗浩不是問你說 啊 到底要用11乘11 還用7乘7 還用5乘5 對吧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辦 喔 這個想法 我跟你講 我覺得 就是你 聽到答案之後 回頭看都覺得很簡單 但是能夠想出來就不容易 他說那我就都用了 對不對 小孩子才做選擇啊 我都用 我都用 然後我再把它疊在一起 不就好了嗎 欸可是這怎麼疊啊 有個問題 如果一個28乘28 如果一個28乘28 它經過1乘1 是不是會28乘28 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 3乘3呢 它是不是變成26乘26 可以理解吧 那5乘5呢 24乘24 對吧 好 那 所以說 它們兩趟是沒有辦法直接合起來的 好 這邊它有一個乘以一個 built 數碼 它乘100 乘100 乘100 它大概長這樣 所以說 它如果需要做合起來的動作 首先它需要做padding padding padding就是 假如我要給5乘5 去做捲擊印算的時候 我旁邊要各留2的空間 就是等於先把幅變32乘32 旁邊補白 然後再給它捲擊 這樣它就會變28乘28 那它怎麼疊勒 它是這樣疊的 它就這樣 三個這樣疊起來 那最後 出來就變28乘28 乘300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嗎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淺 它這樣疊起來 這樣疊起來 這樣疊起來 這樣可以理解 好 這就是Google的想法 Google用這種想法 得到的performance 比這個 反正它就是冠軍嘛 對不對 冠軍講什麼就是比較重要一點 但是這兩篇 平安心講 它都有它各自的貢獻 它至少給出了一個我們什麼觀念 來我們總結一下 從當時到現在 就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以後設計神經網路的時候 第一個 三乘三 一乘一 對不對 不要用其他的 那第二個 這個結構看起來不錯 對不對 就是都用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 接下來 最後 這個 最後還有這個Aden Aden也是非常重要 Aden差不多也就是那個時候提出來 解決低度消失 對不對 對不對 大概可以讓神經網路充實 20層變30層 對不對 跟1000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但是這個20變30已經算很大的貢獻了 至少在當時 好我們來先來看一下 接下來 接下來2015年 2015年 2015年 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 Google 它做了哪些進化 來看一下 Google 你有沒有發現本來 Google的神經網路 是漲成 5乘5 3乘3 1乘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可是他比完賽之後發現 VGGNet告訴他的什麼 DeepMind這家公司告訴了他什麼 5乘5的2乘3 對吧 所以他就 把他本來的這個東西 改成了這個樣子 Performance就提升了 真的真的非常神奇 Performance就 就真的就提升了 在Google都有發表 然後並且他還做了 就是 並且他還做了 BenchNormization 就是 他在第二篇paper的時候 發展BenchNormization 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就是 Google發表的第一個神經網路 2014年那個網路 他有個別名 除了叫GoogleNet以外 還有個別名 叫InceptionNet Inception什麼字 你知道 那個 李奧納多演那個電影 你知道什麼 全面啟動 對對對 全面啟動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Inception 這樣可以吧 就是那部電影 可以吧 大概就是什麼 初始啊 什麼這種 大概這個意思 但我不太會翻譯 那個字 好 那 InceptionNet GoogleNet 就是InceptionNet Version1 那接著 他做了這個改動之後 做了這個改動 就是Version2 Version2 Version2就是 抄了一下VGG的概念 就是Deep Learning 那個Deep Mind的概念 把5x5改成2x33 並且加上Bench Long Violation 那接著呢 他又出了一個Version3 Version3啊 他發現 他又想到一些什麼事 欸靠 我5x5可以用成3x3 2x33的結合 那我一個3x3 可不可以再把它改成 一個3x1 跟一個1x3的結合 你看 比有可能 Curl size還可以改成這麼多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 欸 performance還真的有上升 欸 你有沒有 非常佩服Google 調參數的能力啊 你看他們就是人多嘛 對不對 然後資源多嘛 想到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對不對 這麼智障的idea 這個 上漢你覺得如果 一個禮拜meeting一次的時候 然後你現在performance 90% 然後老師說 欸你要提升到95% 你有什麼想法 你跟老師說 我想試試看這個 你覺得你會不會被蓋頓 會 沒錯 但是 真的有用欸 對不對 真的是很有趣啊 所以這個 InceptionNet Version3啊 他拿去比賽 得到了亞軍 performance也沒有很差喔 錯誤率4.9% 比去年又好了一點 然後 正式超過人類 然後他們本來也要拿冠軍啊 結果 他們遇到了大三啊 大三在這裡 因為大三做了一個 一千層深的網路啊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這個一千層深的網路 他厲害厲害這樣 欸剛剛Google調參數 不是調了半天嗎 調出了一個 這個什麼 剛剛你看那個 網路結構 喔好多 好多連線對不對 欸這個 你看他有什麼結構 他什麼結構都沒有啊 他不就除了 就是那個 除了那個 直通通到累加的那個東西以外 剩下的不就是兩個三成三的累加嗎 兩個三成三結合 你說他幾乎沒有調參數啊 對不對 結果他以 他以很大幅度的領先 大概贏了30% 年家的所有人 但是他完全沒有調參數 這樣知道這個 這一個 recision net他有多厲害 好 有所以後來啊 大家發現 欸其實他 他的關鍵的就只有這一個 就是這條線嘛 對不對 你以後看到神經網路 有這條線 就代表 recision net 你這邊有看到吧 對不對 對啊這樣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還是你昨天看到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那是什麼 我好像前面講過吧 好 那這條線啊 這個過了以後啊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個 這個 google的團隊啊 他是馬上 就用這個馬上又 反正google很會調參數嘛 投給別人概念之後 就馬上來 改一改 你發現 promos果然就提升了 這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google還是蠻厲害的 至少 他們的研發能力很不錯 也很不錯 但是他們 超人家的東西的能力 也是一流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到了這個時代 現在已經是2021年了嘛 對不對 2016年就已經發展出這個東西了 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看過 大家有沒有看過 算了 我之後把那個新聞找出來 先跟大家分享 這個 我本來想跟大家講說 這個 這個 之前一直看到一篇新聞 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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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天的時間 喔 我等一下 那個檢討 上課那個 練習的時候 把那篇新聞找出來 再給大家看 反正大家知道的件事 現在神經網路已經在 圖像分類上超過人類了 對吧 可是人類只能做圖像分類嗎 顯然不是嘛 是不是 欸這邊 來 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個任務跟右邊這個任務 是不是不太一樣 左邊這個任務是圖像分類 欸 給你一張圖 告訴你我這隻貓 可是真實世界的影像 經常是這樣 對不對 真實世界的影像 通常是 會有很多 假如我現在往這邊一照 說這是什麼 這邊有一堆人啊 對不對 還是我要說這是一間教室 這 這個答案我沒有辦法這樣給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右邊這種模型 給你一張圖 欸你有沒有辦法 把貓也框出來 狗也框出來 鴨也框出來 對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 右邊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種任務叫做 Object Detection 這個 圖像的這個就是神經網路 不是只有要做Cospitation而已 他最重要的是還想要做 Object Detection啊 這些其他的任務 現在這些網路啊 在有很強大的 recisionnet出來之後 因為 自動做特徵 抽取特徵的能力 變得非常強 可以抽一千層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些任務 以前是 以前的Fecure度都非常爛 都非常差 現在透過這些技術的譜助之下 每一個都非常好 這樣都會有意思嗎 所以大家知道 因為有那個Bestline的那個model 它的存在 我們後面的人在經過一些改動 他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你現在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Object Detection是怎麼做到的 所以我問你一下 神經網路按照我們所有交過的邏輯 是不是 這個預測函數 決定的就決定 不能改 預測函數是不能改的 對不對 那它的輸出是不是也不能改 它的輸出也不能改 輸出是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輸出一個分類 說是哪一類 這個還算簡單 對不對 那輸出不特定數目的框 這怎麼辦 這是不是不特定數目的框 拉框這件事情 誰跟你講說 裡面就一定是兩框 還是三個框 還是十個框 所以不特定數目的框 怎麼怎麼 這個數學是怎麼設計的 No idea 好可以跟大家講 鐵定還是固定的 所以會用很特殊的方法來表示他 我們在第11課 第11課12課的時候會教 好不好 好那 反正我們之後 一定會教大家做到 Apple Detection 好不好 好 好 他的做法大概 好我們到時候等到到時候再教了 好不好 好接著 哎我們剛剛跳哪裡去了 好接著 同樣哦 我跟大家講 我們的課程都是有連續的 第11課12課會教大家 這個Apple Detection 1314呢 教大家文字的處理 以前文字也特別難的東西 後來呢 大家想辦法 把文字轉了跟圖像一樣之後 他就有辦法做了 而且我們因為圖像的網路很強嘛對不對 好這個關鍵技術是叫Word Embedding 就是我們需要把文字先變成一串向量 再把這串向量組合起來 這樣他就會變成一張圖嘛 對不對 有這樣的技術之後 做文字才有辦法做 好不管怎麼樣就是 意思我們 不管以後 任何心境的模型 關鍵就是我需要對文字抽特徵 文字還是沒有辦法直接自動的特徵工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還是要預先幫他抽特徵 那預先抽特徵啊 他總是要有一個對照表 只是那個對照表是在網路裡面 還是在網路外面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文字啊 他也沒有辦法做了 好最後我們再來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模型啊 這個有趣的模型叫對抗生存網路 我們來跟大家講喔 我們以往教的圖像分類模型 是由一張圖很多特徵到小 結束對吧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們啊有一種模型 就是 input 進去之後 他出來 output 可能變小再變大 變小再變大 變小再變大 這樣一個網路 這樣一個網路啊 有點像什麼 object detection模型 有點像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或是有一個 模型叫壓縮解壓縮模型 就我先把他壓縮 比如說我原本是 28x28 700多個數字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把他壓縮成10個數字 然後再把這 試著用這10個數字把它還原回 這個 還原回本來 這個可以 這種網路就是 由大到小 但由小到大 那還有一種網路就是 由小到大 這個由小到大的網路就是我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輸入Noise 產生人點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隨機產生一張 完全不存在這世界上的人點 所以才能看你心情好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LINE的大公開換一張臉 對不對 你每天都是一個不同的人 怎樣你會不會覺得很厲害 還好 對不對 其實我 換臉我覺得 不怎麼稀奇 就是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啊 這個 這個 就是 怎麼講勒 就是 換個臉 換個臉 實用性不佳嘛 對不對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東西好了 欸怎麼樣找我 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 有趣的這個 東西好了 我來把那個東西找出來 對館長那個 我要給大家看館長那個 沒錯 欸 這樣有點難 好我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東西啊 那時候我是放在哪裡啊 最後一刻嗎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東西喔 這是神經網路做到的喔 這是神經網路做到的喔 是15克 好啦那15克 15克 這個 這個例子我非常喜歡啦 我覺得非常好 欸 在哪裡啊 欸 館長那個東西在哪裡 館長換臉好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家做出來這個我覺得 好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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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爐洲人 第一個 土生土 土生人家說 香土琴嘛 跟你們各位一樣喔 喔 溫柔少人 我們是爐洲人 我們是爐洲人 我小時候 我很愛打籃球 一直打到27歲 27歲 喔30歲 30歲 27歲後 後面我越來越少了 遇到30歲 那為什麼我還是想要在鼻子裡面放東西呢 那他們兩個是誰 原因是因為 已經很美的人還是可以努力的讓自己再更美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們 如果你真的是自然就是醜的人 為什麼你們人生要如此自暴自棄 然後再去嫉妒說 你們就是整形啊 你以為你要是沒有靠整形的話你能夠這樣嗎 那你就是自卑 你知道 因為像我們這種 你知道很漂亮 真的已經很漂亮的人 不會想要去罵別人 你就是整形啊 不會因為 我忙著為我的美貌而道歉都來不及了 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去罵這些 好好好 那這樣大家知道嗎 這個 這個很好玩吧對不對 好然後 最後 我們再來 來講一些就是 後面還有一些就是 網路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網路結果啊 這是2017年的冠軍 2017年的冠軍啊 他在 Recedure Net 的這個 那個 Recedure Net是不管它是多少 反正我是加上本來的數字嘛 對不對 那他 在加之前呢 他又給了一個權重 就是 欸我不是要全加 我要加 比如說 他算出來 比如說 五個數字我要加回去之前 對不對 他先給五個數字 再乘上個零到零件的數字 那這個東西他叫這個壓縮激力啊 這個 壓縮激力機制啊 這個機制啊 這個 這個機制 呃 平常聽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有用 那實際就是 幾乎在所有的Network裡面加上這東西 他Performance都會提升 這就是事實 好不好 那 好啦我們在這邊 反正我們已經講很多啦 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邊還有一堆 這邊還有一堆這個 重要論文 這些都是資工系的論文啊 這些論文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 都比這個 就是 呃就是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不能因為你們都沒有參加讀書會 所以不跟你們講 我們本來想說 那個讀書會我們總共 找了30篇 Nature Medicine等級的論文 他們這些論文全部 引用事數加起來 可能都沒有這裡任何天台多 所以這邊每一篇都比較重要一點 好不好 欸大家有空的話讀一下 好不好 唱看 你要不要先認領一篇 哪一篇呢 你可以在認領前面的喔 你有沒有覺得對哪一篇特別有興趣 我們講了那麼多 都是聽老師講對不對 你有沒有對哪一篇特別有興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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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dunet 欸不錯 有想法 那好喔 那這個唱看你就 你真的要看這篇喔 好那我們 那我們這個樣子好了 唱看你想不想要這個 你想要這個 我們 不然我們這次的那個 其中作業 我們來玩點有趣的好了 我們 等一下會公佈其中作業 就是要做貓果辨識 然後準確度嘛 對不對 啊如果不想做的 也有一個選擇 就選一篇 我們這裡提到Paper來報告一下 對不對 我講很簡單喔 我大概只講他Paper內容 大概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而已喔 你 他裡面還有做非常多有趣的實驗 好不好 好 唱看看 要不要 那你就可以選擇一下啦 好不好 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今天上課 講了 一個半小時 都在講理論 但是大家對 網路的設計有沒有一點 想法 來 唱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要說有 我問你 現在Data進來啦 下一步怎麼辦 製作一個三成三 至少不會說十一成十一了吧 對不對 三成三然後呢 然後 然後再 再一個Poly 你至少要先Redrew吧 你不要忘記製作飛行很壞好不好 再Poly 再Poly 然後咧 然後之後 繼續 再繼續一個三成三 阿會不會 你這樣聽起來好像會忘記 比是Unit還要加起來 喔對 不可以忘記 反正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剛剛講到所有東西阿 你剛剛也沒有講到一成一阿 你怎麼沒有堆疊一下一成一 再加一個一成一 再加一個一成一 阿你有沒有想要那個Google那個通道 不是 多通道模型 呵呵 那個 那個 欸這為什麼 人家覺得 人家有用阿 人家 人家 花這麼大力氣 你只要寫程式多寫幾行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好啦 我知道 你現在可能人家吸收了非常多啦 可是 你應該現在有點概念了吧 你至少不會亂想 不過 或者我換個講法 你至少有東西覺得可以抄了對不對 你不會說 突然說 欸我到底要幹嘛對不對 欸到底要十一乘十一 還是 這個三乘三 我們都想不出來對不對 好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 如果要做 神經網路的預測的話 剛剛 講的 上課講的那些經典的神經網路 都可以在這裡下載到 這裡有一個叫model root 這其實是我的雲端硬碟 我把經典的模型都已經放在這裡 好那這些經典的模型 我們隨便下載一個 大家注意一下 你要下載這些經典的模型的時候 你需要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你覺得我想要下載 我等一下要下載resnet 18 這是 resignet 然後18層的 所以是一個比較小的resignet 請你下載 json檔跟primitter檔兩個都要下載 可以嗎 下載完了以後 把它丟到 資料夾裡面來 主要說像我是丟到了 lessen 8 裡面的 model裡面 好 他是不是有一個 resnet 18 000 跟resnet 這個json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開始喔 首先 在arch teacher這裡 請你先把這個網路讀進來 lessen 18 lessen 8 好 全部讀進來之後啊 這邊是不是有個resmodel 這個resmodel就是我們的那個 神經網路 含參數的那個主體對吧 然後接著這個res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他的網路結構 然後這個東西是 他等一下 他的最後是做1000類的預測嘛 對不對 這1000類分別是哪1000個 就分別這1000個這樣知道嗎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什麼事啊 好 這邊有一個 叫做 define image 去reprocess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你看他做了什麼 首先 檔案進來之後 先resize 成24x24 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不管你的input size是多少 你的神經網路的size input的鐵定是固定的 對吧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的嗎 這個預測函數啊 預測函數他已經寫好之後 就不能改 形狀就是長的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一定就是 只能夠輸入 224x224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你輸入24x24之後 他把resize之後 接著把他乘以255 為什麼 因為本來R裡面 讀進來圖是0到1之間的 你要把他乘以255回來 乘以255之後啊 接著 你就可以強迫他的dimension 變成24x24x3x1 然後把他送進 函數裡面進行運算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來load一張image 大家來看一下 好這一張image我們看他的dimension 好 768x512x1x3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好這是一隻鸚鵡這樣可以嗎 這個大家可以直接貼上就可以做到囉 好不好 好接著 我們先把這張圖 把它做一個preprocess 現在這個normal的 它是24x24x3x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來進行一下運算喔 好直接這樣子喔 就是predict predict函數 predict函數 我們前面上課是不是有講過他怎麼去拆解裡面 對不對 他其實是產生一個執行器 然後把圖進去 然後forward 然後之後把那個結果輸出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把normal之後的圖 把它進行預測 你可以把cpu改gpu 你們的gpu都很快好不好 這個那 得到一個privility 這privility是1x1000的機率 個機率值0到1之間 我們問他最大值在哪裡 最大值第89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行 他告訴我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金剛鸚鵡 這個字我不認識啊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好不好 金剛鸚鵡這樣可以嗎 基本上就對了 他猜對了對不對 他說這張圖是 金剛鸚鵡的機率 有99.56% 好現在大家 我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請你上網啊 隨便找這張圖片 我我我來想一下 我們要找哪張圖片 呃 有沒有一點想法 給點意見吧 好不好我現在想要隨便找一張圖片 然後丟給這次神經網路做預測 黑猩猩好 不知道黑猩猩會不會被預測成黑人 這張可以嗎看看 找壯一點的 找壯一點的 哪一隻啊你覺得 哪一隻 哪一隻 你要這一張 你真的很靠北 欸我這個要錄影的 你不要害我到時候被告好不好 換一張換一張 都可以 都可以 好啦不然就這張好了啦 好我把它放在桌面 然後大家看喔我把它上團上來 來 好這下載點JPG嘛 好我把這張圖把它讀進來 好再一次經過這個流程 欸找不到 喔不是這個 這裡沒有沒有什麼System File 好這就是那張黑猩猩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看預測出來是什麼好不好 欸 猩猩 來來來來 看一下他全稱是什麼 欸黑猩猩 喔原來他就是 正常黑猩猩 我還以為他是猩猩啊 這個 所以看到了嗎 所以要做1000分類 沒有那麼簡單啊 對不對 就是你如果是人的話 首先你猩猩 黑猩猩跟紅毛猩猩 你不能認錯啊 我覺得看起來他可能是兩個 兩個這個 兩個這個 分類啊 這樣可以吧 欸蔡人海你有沒有覺得 這隻網戶還蠻好玩的 好我先跟大家講啊 我們現在第一件事先給大家 下載個網路 然後隨便找一張圖做預測 不要 本來的你要用本來的也可以 但我比較希望你可以用一張新的圖 去網路上下載跟我剛剛流程一模一樣 好不好 好在我們繼續之前啊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個新聞啊 我想大家 大家剛剛經過那一堆了解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這新聞也不是什麼 每日新聞啊 我說每日也不是什麼新聞農場啊 也是一般的媒體啊 這個新聞寫說 AlphaGo Zero 不靠人類自學三天秒殺 AlphaGo 對不對 大家知不知道AlphaGo是什麼 就一個下棋的這個 AI 然後把這個世界奇王打敗了 在2016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內文喔 這個 這個 DeepMind的創造AlphaGo很強 以壓倒性 勝出 然後 這個 時隔不到半年 Google旗下的AI實驗室帶來更強大的AlphaGo Zero 完全不許巴拉巴拉 三天就100比0打敗就版 對不對 然後 欸 發表在Nature喔 欸這是真的喔 這是他真的發表在Nature喔 然後說 展示了強化版的程式AlphaGo Zero 好他highlight是什麼咧 自己成為自己的老師 沒有人類的經驗和成規束縛 讓人類人工之外突破舊的知識限制 好 因此登峰造極子 花了三天就打敗了舊版 好 這個 這個是他的這個 這個 奇力軌跡 欸花了三天就打敗舊版了 再花了大概十天 十幾天的時間 他就打敗了又更強的版本 叫Master 好 來我想問大家一下 我們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們有什麼comment 來這個 來護理男講一下 你的說法 那我先跟大家講喔 舊版AlphaGo 用了就是打敗那個 希望那個 花三年的時間訓練 至少做時間做了三年 他就什麼想法 對啊 他說現在他剛不是說 新版的AlphaGo 不看幾乎 他不是說自己跟自己下嗎 然後不受 不受 這個這裡寫的啊 AlphaGo 只輸入基本 欸馬上又登峰造極了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欸 不不不我現在講有問題 這樣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好我去告訴你他就是有問題啊 我不看Paper 我不知道他的問題 來這個 邏輯最好 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沒有講一下 這句話說 確實就贏了啦 我們不是我們不要挑戰他的形容詞 好我跟他講個問題 大概有問題 這個 這個 聽 看這個新聞 聽起來 這個 AlphaGo 贏過AlphaGo的關鍵是 以前的人啊 幫他輸入其苦 就是先給他training data 然後他新的是自己產生training data 對吧 那我問一下 這個為什麼三年前 我可能是想不到 不給他training data 不給他training data 不給他training data 他有這麼難嗎 訓練方式是什麼 欸 所以關鍵其實並不是不給他training data 大家其實只要想到一件事情就好 這個 一麥的工程師 好歹有200 這200的人 做了三年 才找出一個 能夠跟騎王下騎的一個版本 你覺得那些人 會 每一個白癡都 每一個工程師都這麼 都覺得說 一定要 先為人類起步 然後再讓他自己下騎 還是直接派一下騎的 難不成他沒有試過後面的方法 當然是有嘛 對不對 Performance就沒有前面的好嘛 對不對 不然他為什麼 不然他為什麼 做了三年還要用前面的版本 所以啊 這個 他後來發表在natural那篇 paper 真的有發表natural 而且 也真的比之前好 但是勝過的關鍵不是這個 勝過的關鍵是 他用了 procedure learning 的技術 這樣知道嗎 他的神經網路從本來十三成十五成 變成了幾十成 知道關鍵了嗎 他想要這篇 paper 想要說的是 即使我不需要任何人類的技術 在新的技術的support之下 我花三天的時間也可以把之前人幹掉 所以新聞只有問題 這樣知道嗎 我們希望大家 在了解了這些過程之後 對這些 就是更能夠comment的這些 這個 這些paper 好不好 不是 就是你不要這個隨便 隨便亂這個 看到新聞就 就信了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幫我們科普一下這個觀念 看到人跟你講這個事情 你就跟他講說 不要把別人當白癡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來 繼續我們繼續上課 好等一下我會幫大家解決一下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 預測不準這個問題 還有會crush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對不對 好那這個 總之就是這個網路啊 這個是resnet 這個18 他的版本 來data進來之後 先經過bench normalization 這個很容易看懂吧 對不對 下面是經過什麼 欸 7x7 2x2的 7x7顯然就是coronal size 2x2顯然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 步伐嘛對不對 欸 想想看你有沒有覺得他用7x7 看起來怎麼樣 太low了 所以你要 你要用很多個33嗎 欸 可是跟你講一下 其實 現在幾乎所有的網路第一層都是7x7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可是 之後就不會有7x7這種數字了 就是 第一 第一層現在大家 不管大家都是7x7 開始 幾乎所有網路都這樣子啦 你說 可能大家就懶得再試其他的了 就這樣 所以 只有第一層是例外喔 所以我跟你們講啊 上課上理論啊 跟這個 實際操作還是有蠻大的差距的 實際操作你會發現 欸 為什麼 你看每個網路把它解開來 欸 第一層都是一個7x7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不好 就約定俗成就這樣 好接著 bench normalization 然後接著 relu 然後pulling bench normalization 這個 看起來應該不難懂吧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看起來應該不難懂吧 看來看你刻不刻得出來 從頭寫到尾 要花一點時間 欸當然是寫得出來 對不對 你有沒有驚訝的發現 一個18層的網路 原來就這麼複雜了 對不對 欸我記得我好像要把它寫出來了 我來看一下 欸這個是完整的啊 完整就寫成這樣子 就是看著剛剛那個圖 完整的寫下來就長這個樣子 很多行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至少他 至少我 我這邊只是要讓大家就是 示範說 欸如果啊你這個就是 你看著那個圖 你想要repeat的話 答案在這裡 這樣知道嗎 這個會完全一模一樣哦 連這個名字都會完全一樣 好那回去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啊 如果我們要怎麼確定 寫下來的正確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 東西換掉 看他預測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完全一樣 好我們今天 先來講個重點 其實啊不用那麼麻煩 我現在要教大家一個新方法 就是既然我們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這麼強大的 人家已經訓練好resnet對不對 我們下一步其實要做什麼咧 我們是想要啊 這個名真的不太好寫 這個名就不要拿它害人啊 好我們想要做什麼咧 我們想要的是 今天有一張圖 我們可不可以看 它本來是224 乘224 對吧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經過resnet的時候 那它應該不會經過很多高階特徵的抽取 對不對 好 那它的倒數第一層 倒數第二層啊 它應該會是一個 主要說是一個 7 7 7乘 7乘域 表示是1024 這樣的一個 特徵圖 這樣弄我的意思嗎 然後跟著呢 它會經過一個 7乘7乘1024 會經過一個樃領 這個pooling會把這裡消掉 就是這49個數字直接取平均 直接取平均會變成1乘1乘1024 然後接著就把它經過fully connected 1000個類別的softmax出去 那到這裡為止 到這裡 這是不是就是相當於對這張圖做高階特徵的抽取 大家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我們怎麼訓練這次身體網路咧 用ImageNet的Data訓練 那只是我們拿到的結果是人家已經訓練好的結果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比人家已經訓練好的結果 我直接要用這個網路的這個高階特徵來做預測 我後面是不是覺得本來是1024接到1000類 對不對 我現在可不可以直接接 假設我要做貓狗辨識 我就兩類就好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講了半天聽得懂嗎 這樣看你聽得懂嗎 就是把最後一層把它去掉 好那我把最後一層去掉 但是我要怎麼得到這一層在哪裡咧 這個建構在哪裡我要怎麼得到咧 欸當然第一個方法就是 像我剛剛那樣 把第一層到最後一層全部打出來 可是有點難嘛對不對 主要不是難啦是浪費時間 這樣可以吧 但第一次學習還是必要的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 你可以啊把這個 來剛剛我們是不是有 有讀一個讀這個傑森檔 叫這個 這個他的這個結構 對嗎 可以接受吧 好看我怎麼做喔 好我先把這個我先用這個東西 然後他裡面有個叫 get internal的 他這個怎麼都不出來提示我啦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存啊 get internal拿到之後啊 我們得到這個Olayer 這個東西 他裡面的output 就是他每一層的 每一層的output 這樣呢 那我們要到哪一層咧 他最後一層是Fully Connected Flatten Output 這一層之後是不是就是Fully FC output FC是不是就是他的Fully Connected 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一層是不是就是我要的那一層 那個東西 回頭看前面這個 我希望Pulling完之後這個Flatten 這個東西就是我要的東西嘛對不對 這個是這張圖的高階特徵 這個可以接受嗎 那後面我想要把1000類的FC把它換掉 換成兩類的FC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啊我們可以把他 這一層把它拉出來喔 好怎麼把他拉出來勒 我就強迫他 我得到all layer之後 我可以用tail這個去看他 到底名字叫什麼嘛對不對 然後我找到正確的名字之後 我可以把這個 all layer output等於Flatten 0 output 然後去問他在哪裡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Flatten 0 output 好這個語法我已經幫你寫好 你只要按ROM 你就得到了一個新的 這個這個就是可以一直往下接的 啊T恤了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繼續往下接喔 我把上面去掉 好這個可以繼續往下接 那這個繼續往下接 我要做什麼咧 來 我故意把這一個 我故意把我的model 換成resnet變成mymodel 然後把mymodel的這個 結構換成剛剛那個中間那一層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換成中間這一層之後 我把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有交嗎 就是我可以把一些 在這個網路裡面沒有的參數把它去掉 對不對 好去掉了以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predict 這個predict出來的結果是512乘以1 這個512乘以2就是我這張圖的高階特徵 至於它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但是這是它的高階特徵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個是不是就可以拿來做什麼邏輯 所以歸之類的很方便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那如果你願意這個編寫底層執行器的話 你可以同時輸出 flatten output跟softmax output 不過這個這個我們就不示範了 這個沒有那麼重要 好不好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我們同時可以輸出512乘1 跟輸出那個機率 好那我們現在希望你可以用 這個特徵future 就是我們剛剛拿到的這個future 然後得到剛剛的預測結果 要怎麼拿到咧 首先你是不是需要 除了剛剛那個以外 你是不是還需要resnet resmodel 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好了 它裡面的 fc what wit 好這個東西它的dimension 是512乘以1000喔 你是不是要把剛剛的 1乘以512把它乘上這個矩陣 然後再加上BIOS 最後softmax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好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讓大家熟悉一下這整個過程 好不好 好不好 就算你跑出來 Data是錯的也沒有關係 那我讓大家熟悉一下這個過程 好不好 看起來今天練習題是不太需要做了 好不好 我們這個 大家回去再來 我們等這個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再來想辦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基本上你都已經得到這個特徵了 你就是直接把 矩陣相乘加上BIOS 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在softmax 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會一模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 我們現在非常了解 我們的神經網路結構是怎麼做的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抽出這個特徵之後 這個特徵是有1的特徵喔 經過ImageNet Training之後的特徵 那我現在有個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馬上想到這件事情 那既然 我們已經有 那個ResNet是 在ImageNet上面Training 玩的結果 對不對 那他的最後一層 出來的這個特徵 一定程度代表那張圖 本台的高階特徵嘛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 把這個高階特徵拿去做測就好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就不需要 那我就不需要重新Training整個大網路了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尤其是貓阿狗阿那種 ImageNet裡面一定有一堆這種 這種東西阿 對不對 那我要做貓狗辨識的時候 我是不是也可以這麼做 就我把高階特徵留著 直接做邏輯社會規 這樣不是就很好嗎 好那我們來看我們要怎麼做喔 我們把這個東西阿 叫轉移特徵學習 轉移特徵學習 這個轉移特徵學習阿 就是我已經在 A sample A data set training好的 這個網路結構 我們把它的權重保留下來 那這樣子我抽出會不會 是不是會抽出一模一樣的高階特徵 可以理解吧 然後我再用這個高階特徵拿去做不同的事情 舉例來說 這個比較簡單的轉移特徵學習就是 我現在阿先 在ImageNet training完之後 然後我拿去 拿這個高階特徵拿去做貓狗辨識 貓狗辨識別 貓狗辨識別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欸你說那醫學你這樣怎麼辦 欸你可以在比較大的 data set裡面 你只是 有些人可以先用ImageNet做轉移特徵學習 那轉移特徵學習完之後 你再把它拿去大型的 可能有10萬張胸部X光的 open database 去做轉移特徵學習 再做一次training 那在這樣的結果 你再把它拿去做 你想做的任務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轉移特徵學習 是非常重要 阿轉移特徵學習有兩種 一種是 前面的這些parameter 我全部把它fix through 就不讓它動了 那我只training最後一層 也可以 也可以 前面的 只是給一個initial的wait 然後讓它 前面的數字 前面的選中 也隨著 T度下降法去改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兩種方法都可以 哪一種比較準 不一定 做實驗才知道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做 好不好 好我們剛剛不是已經 做到了我們可以 就是拿到這個 拿到這個reliu這一層嗎 對不對 來 這個是 這個是就是我們 這個只是一個證明 就是我們的每一個卷積核 掃過這個原圖之後 它得到其實不同的高階特徵 這樣知道嗎 你看這一張是不是有點像是這個 這個邊界的這個高階特徵 對吧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這個 這個 它的權重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那它既然已經 做好這個training了 那基本上 要拿它來做這個 轉移特徵學習也是合情合力的 好怎麼做咧 先把flatten out把它抓出來 然後接著 number of heighten 是2 所以我這樣是不是可以往下接 好看我怎麼接哦 我在arch teacher 這裡 我本來啊 看著我本來這個 我先把這個define這個 那個image preprocess的 我把這個函數 把它放到 iterator 這裡來 好是不用乘惡物的啊 因為我下載下來 哎 我我這張可能要乘惡物 因為我的 你們的也是不用乘惡物的哦 下載下來是不用乘惡物的 好我來看一下 我們把model讀進來之後啊 我們直接 get 這個 直接把這一層拿到了以後 我們直接對這一層繼續往下接 好這樣子我是不是得到了一個 我是不是得到了一個fc1 然後跟softmax 但是這個fc1只有兩類 對嗎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softmax是不是就可以出去 跟我做mloglos出去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在開始訓練之前 我們需要初始化 所有的參數 我們把最後一層以外的部分 都填入resnet18的參數 這樣才有辦法繼續訓練 好這什麼意思呢 我先隨機產生一組新的參數 這個是我們要自己做執行器的時候 必須的過程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然後接著呢 我把這些參數啊 把它如果名字一樣 我就把它填進去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做完了以後呢 我們在編寫底層執行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的這個參數 所以我們剛剛是不是有這個 New ARG的這個 AUX PRIMETER跟ARG PRIMETER 我們就可以把它更新到我的 執行器裡面去了 這是底層 看得出來吧 這是底層函數嗎 對不對 底層我們在RUN這裡來做好了 好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執行器 這樣可以吧 好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啊 這一個練習二 我們練習二我直接做示範好不好 就是你這裡下載了之後 會有一個資料夾 我直接示範 然後我跟大家講今天的那個 就是家庭作業 就是啟動作業是什麼 好不好 就是 下載完了之後 你應該會有一個 Dogs vs Cat 這裡面有 100張貓跟100張狗 這裡面有100張貓跟100張狗 還有一些TEST DATA 這個TEST DATA 前面一定有TEST底線 這樣可以吧 不過你們不需要用這個 你們這個檔案 只是拿來練習用的喔 你們實際要用的是點進這裡 好這是一個比賽 請你去下載完整的DATA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下載完整的DATA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比賽 我們實際上要怎麼做了好不好 來 首先 你的Iterator 你需要把它讀進來嗎 怎麼讀進來勒 在Iterator這裡 好我們先把 我們的檔案讀進來 來 好這樣我是不是一張貓一張狗 然後貓就放第一張狗 就放第二張 依此類推下去 然後我的Label 我的Label Label在哪裡啊 Train Y Array Train Y Array 就是這個 他有時候是01 有時候是10 我現在把這邊讀執行完給大家看一下 好看得出來嗎 10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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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tial剛剛就已經決定了嘛對不對 就這樣子沒關係 好 接著在RUN的地方 我們這裡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得到了一個 Mlogloss Arctitial 不過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哦 為什麼這裡是7啊 哦 不重要 哦 不重要 這裡執行器我們要改成10的哦 然後執行器得到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Updater Updater得到了以後 我們接著就可以開始training 我們只training三代 我們這裡只training三代啊 那三代我們怎麼做咧 來大家看著哦 我的GPU在哪裡 我要把GPU打開 GPU在這裡 好 我要用GPU來做 實驗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學習率可能要小一點 哎靠 爆掉了 這個學習率可能要小一點 哎好 這個學習的不錯 現在Loss已經只剩下0.004啦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結果好不好 好 我們把這個model把它拉出來 變成Dogcat model 然後我們去試著去把這個 圖給他讀進來 然後來做個預測 然後我們present出來是第一個機率 所以這個機率越高就代表越是貓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哎看到了嗎 貓的頭上的機率幾乎都是99多 狗的頭上的機率是不是幾乎都是 0.0幾 好 這說明了我們預測是對的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說 其實你可以 固定住前面所有參數 怎麼固定呢 FixNames 得到你想要的 你想要Fix住的Name 的這些Parameter 在做執行器之前 我們先得到FixNames 好 這些是我們要Fix的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要Fix的參數 我們要Fix的參數 我們可以在做執行器的時候 加這一行就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就加這一行 這樣子他在training的時候 就不會training 這個就不會training這個就是 Fix的Parameter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後面的過程完全一樣 我們來做一下training 好 有沒有發現 他Loss降的比較慢對不對 但是速度變得很快 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幾層不用訓練了對不對 但是Loss降的比較慢 是因為 他這裡就沒有辦法 完全的適應Data對不對 可是你說這樣是好事還壞事 不見得是好事 不見得是壞事喔 因為這是training data loss對吧 代表性Data不見得比較 比較差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要 還是要做實驗才可以知道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最後的結果 這個最後的結果 要把model拿進來 會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 你需要把 所有的參數 你除了把他拉出來之外 你還要把他的參數 跟本來race model的參數 把他合併起來 他才有辦法做預測 我們再做一次預測 好 還是蠻準的 除了這隻看不太清楚對不對 可是這隻看不清楚很正常啊 他都轉頭了 對不對 這個看不清楚很正常啊 好 所以啊 我們現在知道要怎麼training了吧 對不對 當然啊 就是 我們只做了一個簡單的示範 實際上這個 你 實際上要面對的是 你必須去下載 這25000張data 然後把它上 大家知道怎麼上傳data吧 就unload可以上傳上去吧 對不對 好 你要把這個data下來下來 並且 這個做一個就是做一個模型來training 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在model room裡面 有的模型 你不見得要選擇resnet 18 按照你們手上擁有的GPU的效能 你們選擇一個 resnet 200S剛剛好而已 200層的這樣可以吧 那你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預測 就是下載這個 你們必須要在這個比賽裡面 他會有一個 這個sample submission 這個sample submission啊 看一下 這sample submission在這裡 欸為什麼看不到 啊算了算了算 好自己回去下載啊好不好 這個你們要把這個檔案啊 你們拿到這個檔案 然後做預測之後 他會給你一些 training data 然後跟 有label的 那這個你可以去做訓練嘛對不對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test data 這個test data沒有答案 當然你人去看 你看得出來那是貓還狗啊好不好 他說我不要這樣好不好 那好歹也有個兩萬張啊 沒有必要這樣對待就行 只是一個作業而已好不好 好那你做完 預測之後 你可以把機率填進去 可以直接填機率哦 那填進去之後 他會說 一是貓還一是狗 自己看說明好不好 那這個 填進去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 上傳到這個網站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分數 這個分數越低越好 好我已經講哦 你們的 其中考成績 就是 一減掉這個分數成100 好不好 所以 然後 印竹說他輕鬆鬆不可以過到你這個地址 所以應該不算太難拿 好不好 大家可不可以覺得自己可以得100分 好不要太緊張 好不好 100分是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的事啦 不然我們來看看冠軍是幾分好了 上傳上來之後他會給你一個分數嘛 冠軍 冠軍可以得到97分啊 你們不要想著可以得到冠軍啊 得到冠軍太難 0.05呢 大概是 大概是這附近 780名附近 總共1310 1300個人裡面 參加這個比賽 你可以得到前幾名 這樣知道嗎 你可以得到前100名就已經很不錯了 但比方我跟大家講 這個比賽是五年前的比賽 你就算得到了前100名 那也只是在五年前的比賽 你用了現在的技術 去比一個五年前的比賽 得到了P版 好不好 所以這應該不會太難啦 好不好 真的 其實拿到冠軍也只是剛剛好而已啦 不過就是 你可能需要很多就是 很多挑戰術啦 沒有必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得到了 大概100名以內我就覺得很棒了 好不好 100名以內 你拿到的分數就非常高啦 就95分以上啦 對不對 96分 94分95分了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這個樣子喔 好不好 那今天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啊那個 大家那個Model 讀不進來那個問題 我會想要 我會想幫他解決一下 好不好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科幣少可以啊 這個 這個我也是覺得莫名其妙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還有一張 進來 好